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0日 星期日 李家超現在做了香港特首 不過 他故意在Facebook 想告訴人家 曬他很恩愛 跟老婆關係很好 這個應該是兩天 應該是三天前 他寫了一個post 因為外出活動 今天午飯時間 有25分鐘 這句說話 平時沒有那麼多 平時可能只有5分鐘 還是10分鐘 還是因為外出活動 所以只有25分鐘時間吃飯 之前有一個小時 這個 不知道 你要問他才知道 不過我們 從這個post 從這行指 可以看得出 他想告訴大家 我為了香港 鞠躬盡水 吃飯吃25分鐘 而且我還在家裡帶飯 那個飯盒 是他自己帶的 愛心飯盒 一個盒 一個蓋 一個塑膠盒 那個很明顯 像是他老婆的 做的 寫著愛心午餐 這個其實反映了李家超 他的性格 為什麼中共會選到他呢 就是那種性格 原因是什麼 這個人 沒有朋友 他 下午也要吃 家裡老婆幫他帶的飯 準備老婆的飯 是代表什麼 是代表他沒有朋友 他沒有跟人社交 沒有教制 他當時怎麼做得上警務處副處長呢 當然 除了他是地下黨 沒有其他原因 還有 聽話 沒有朋友 沒有集團 沒有群帶關係 所以 人家會給他機會 因為覺得他可以控制 你也不會結黨刑事 類似的 究竟實際是不是呢 我們要分析 他那個 個人性格 還有這頓飯 有什麼玄機 詳細和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老婆公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這些其實是典型的中公務員 賺的錢全部拿回家 基本上豆瓶都不會在外面洗 下午 老婆還煮飯給他 帶了飯 不用出去跟人逼 有時間 在這個寫字樓玩一下接龍 在辦公室玩一下接龍 爭取時間 偷懶 吃一個飯 可能只需要5分鐘至10分鐘 因為 拿去燒烤 微波爐燒烤就能吃了 從李家超的飯盒裏面 他有一個膠盒裝著 應該是橙 撕掉了的橙 飯盒裏面 有幾片 類似肉的物體 以為是薑片 其實應該是雞肉 一碗飯 一條菜也沒有 這個飯盒 也可以反映他老婆 是很痛恨這個老公 13歲就被你搞大肚子 你這個死佬 對付你的胃 也沒辦法 也對不起自己 黑薄一下你才行 這些男人 70歲之前不可以給他飽飯吃 不然他們會造反 是不是 很明顯 他13歲就搞大肚子 有些 脅救 覺得虧欠了人家 所以 他應該 也會是一個對老婆 嚴定計從的 坊間 稱為老婆 這種人 他是不會跟外面有甚麼交往的 因為 人家說 放工去 Disco 去跳舞 哪有膽子啊 老婆在這 從來沒有 沒有這些貨餘活動 從來不會跟伙計一起出去叫雞 打骨 所以 你看到李家超 他在 警察 部裏面 可以說是沒有朋友的 而且 老婆 也管得很嚴 13歲被你搞大肚子 當然是 你打算找別人 當然不行 不放過你 做鬼也不放過你 人家餓我 所以 類似李家超 他是不會有甚麼交際認賊 當然 只剩下很多錢 為甚麼 沒有吹滾 嫖倒飲蕩吹 沒一樣壞 每樣東西都不好 那當然 所有錢都給老婆打你 這種人 應該都是中共的自愛 因為很容易控制 中共控制了你 要你做甚麼你都會做 從這頓飯來看 水果 橙 裡面橙色的部分有很多比例 白色的一條條衣 基本上摸得很乾淨 他老婆 其實對他也不錯 不過 從這碗飯裏面 我們看到 一條菜也沒有 對於李家超這種人 一條菜也沒有 其實是不是有甚麼陰謀 以前美國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一個老公 每天他老婆都有愛心三文字 給他帶回公司吃 他每天都是吃老婆的三文字 沒多久 這個男人 暴斃 突然死了 醫生找不到甚麼問題 最多是膽固醇過高 有些超標 但是為甚麼呢 沒命沒問題 他又不出去吃飯 每天就是老婆為他安排的三文字 究竟為甚麼呢 這個 我們其實也是質疑 故事這樣說 大家按聽 有一次他老婆 跟旁邊屋的 老公死了 承受了一筆遺產 他 他跟旁邊的人說說的時候 說起吃東西 他說 說起雞蛋 他說雞蛋就OK 但是 有些鵪鶉蛋 就很高膽固醇的 別吃那麼多 他老公就是每天吃10隻鵪鶉蛋 幾年就死了 不小心自己爆了 原來 他老公吃的蛋子 每天他老婆就是 用鵪鶉蛋來煎的 鵪鶉蛋發雲之後就煎蛋 然後就變成蛋子裏面的餡 每天就吃10隻鵪鶉蛋 這個叫做 膽固醇過高而死 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有人這樣說 我就照聽回來 最終 他就攜了 巨額的保險 因為查不出甚麼事 突然暴斃了老公 他就攜了一筆錢之餘 後來自己爆香口 冬槍事發 究竟吃鵪鶉蛋會不會吃死人呢 而李家超的老婆連菜都不給他吃一條 是不是打算他到時結腸癌 或者大腸癌 等你不健康 吃這些東西 沒有菜吃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 吃飯以往 公務員有時當警察 吃飯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 跟同事出去社會 李家超很明顯沒有 沒有這些關係 他在香港有沒有其他關係 也沒有 中共其實真的是 除了他蠢之外 就是看中了他這一點 他夠單純 他系統夠單純 是不是 不會跟外面有甚麼交雜 你要他做甚麼 這種人是罪而控制的 當然 你要他殺很多人 他也會殺 因為 他是 接命令 他不會有個人的感情 因為他身邊他只有一個老婆 沒有任何人會跟他分享 這種人 當然會特別蠢 會思想單純 我不是蠢 我是單純 習近平心慶得人 找到一個這麼蠢 這麼簡單 這個又沒有勢力 又沒有 憑黨的人 反而 那些憑黨 例如 鄧炳強這些人 就沒有得上位了 因為鄧炳強也是鄉黑 黑社會每個人都要跟你 稱兄道弟 這種人 做特首有很多地方要派利益 不行 不過李家超也有一個問題存在 就是他由於過分單純 他沒有班底 他沒有朋友 甚至乎 有鄭若驊有個姊妹 他連一個姊妹兄弟也沒有 所有事情 就回家和老婆生 我們會看到 大家會記得立不小心 立不小心 有個角色叫尼尼 就是小新的同學 幼稚園同學 尼尼的老母其實是很討厭小新的 小新 經常做一些挑釁他的行為 尼尼的老母只能夠忍 不可以在尼尼面前發脾氣 只能夠回家 拿一個公仔來 打一拳打下去 冷笑 然後 發洩在公仔身上 我覺得李家超 十足尼尼的老母 很多事情他只能夠回家跟他老婆說 他沒有朋友的 沒有人可以傾訴 這種人 其實會很快死 所以外面不知道有甚麼堪餘學家幫李家超算命 他説2023年李家超的大劫 可能過不了 可能就是這樣 焗爆而死 他這頓飯 其實 嚴格來說也不可以餘一頓飯 因為自己帶個飯 沒人跟他吃飯 工務員怎麼會不跟那些同事吵茶 身為特首 特首也不方便喝茶 可能有人要安排一盒 不是多不少跟其他同事 來一邊吃 一邊聊天 不是 沒有 所以 這20 195年 其實很容易死 這種人 真的是很容易死 這種人 真的是很容易死 太孤獨 不太有朋友 李家超是不是做到很多壞事 我們也相信是 這些人做了壞事更加 因為他完全 不覺得他是在做壞事 他的認知能力很低 有認知障礙 我們暫時分析了那麼多 接下來看看還有甚麼蛛絲馬跡 我們再跟大家做心理的分析 拜拜